正位姐姐说故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儿童界的蔡依林 正位姐姐达琳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绘本是这个 哦拿错本了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绘本是这一本 叫做尿尿太郎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本书的画风 非常的简单 但是都有表达出 会者想要表达的一些情绪 尿尿太郎 作者急逐身界 这个小朋友小男生他叫做尿尿太郎 他妈妈在生气看得出来对不对 妈妈说为什么你每次上完厕所的时候呢 你的内裤都会不小心沾到尿呢 然后他就被妈妈骂了 所以你看他看起来好沮丧哦 然后他的内裤丝丝的 妈妈手擦腰 但是他觉得我只是沾到一点点啊 也还好吧 又不是什么大事情 妈妈干嘛一直骂我呢 而且我如果穿上裤子你们看 你看得出来我有几滴尿 沾到内裤吗 看不出来啊 所以干嘛那么生气呢 而且这一下就干啦 万一等一下被妈妈发现我又要被骂了 不然先出去玩一下好了 顺便把尿晒干 原来小男生有这个困扰我一直都不知道 看了这么会风我才知道 然后他说如果大家只看我的外表 你看你只看我走在路上的样子 你们才看不出来我的内裤上有沾到尿呢 而且他觉得一定有人跟他一样 是不是大家对我这个烦恼呢 所以他看到这个叔叔 他说叔叔你好 叔叔请问一下 你的内裤也有沾到尿吗 你把裤子脱下来我看看 就好生气哦 你的小孩太没有礼貌了 怎么可以叫我把裤子脱下来给你检查咧 结果这叔叔就生气的走掉了 虽然大家都穿着裤子遮嘱 但我知道跟我一样的人一定到处都是 看起来他想要找看看 世界上有没有跟他一样会沾到尿的人 他看到一个小女生 脸色非常的凝重 所以他就走过去问他 诶 请问一下你是不是也沾到尿了 这小女生说不是啦 他是因为他的新衣服后面有一个标签 没有拆掉 相信大家都有过这种经验 就是在后面卡卡的很不舒服 所以这小女生心情不好的原因 他烦恼的事情其实是因为衣服的标签 哦他又看到一个小男生 他脸色也很凝重 好像心情不好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沾到尿了呢 哦 我才没有了 原来是他 他是袜子 袜子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一直往下挂 所以他心情不好 那他跟我们的尿尿太郎的烦恼不太一样 这个人看起来就是跟我一样沾到尿的样子 你是不是沾到尿了 这个小孩说不是啦 我这东西卡在牙缝里面不舒服 哦 对这三种不舒服我都有遇过 就是没有遇过尿尿了 沾到内部的这个烦恼 他又遇到了不一样的人 遇到了好多人 虽然大家走在路上 看起来外表都一模一样 可是其实呢 大家都有属于自己不一样的烦恼 但是我们都要试图去解决他 想办法去处理他 唉 到底有没有人跟我困扰一样呢 咦 他找到了一个好伙伴 叫做尿多多太郎 这个小男生 跟他真的有一样的烦恼 他们两个都了解彼此 尿尿沾到裤子上的痛苦 尿多多太郎总是非常了解我的心情 他说只有他知道这种困扰 而且他就说 反正尿在裤子上沾到又不是你故意的 尿尿太郎就说 对啊对啊 就你懂我 找到知音的感觉 这故事又怎么样进行呢 他找到了知音 最后呢 回到家以后呢 啊 他又沾到了 好不容易出去绕一绕一圈 晒干了以后 回家想说不会被妈妈骂了 他回家上厕所又沾到了 哦怎么办 又湿了 他好担心哦 可是这个时候 神奇的故事转折出现了 就是 尿尿太郎的阿公 阿公问他说 那尿太郎 你为什么看起来愁眉苦脸的 你心情不好吗 尿尿太郎就把他尿尿会沾到裤子的事情跟阿公说 结果阿公就说 没关系没关系 沾到一点点穿上裤子看不出来啦 而且阿公跟你说个秘密啊 其实阿公也会沾到尿 原来阿公也是尿尿太郎 书的背面 阿公的那尿太郎一起在看他们的裤子里面 很高兴的一个故事 身为一个小女生的我呢 达琳姐姐 我完全不知道原来男生有这个困扰 小朋友有各式各样的烦恼 我就没想过原来尿尿 小朋友站在内裤上也是他们的烦恼 还有这一本也很可爱 他们的另外一个烦恼是 衣服脱不下来 每次洗澡的时候都卡在那边好痛苦喔 小朋友的烦恼真的有各式各样 爸爸妈妈们呢 可以常常跟小朋友聊聊天 知道小朋友的烦恼是什么 然后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 比如说阿公也是一样啊 比如说这本怎么了呢 自己看啰 今天分享了两本三彩文化很可爱的日本绘本给大家 而且我发现这本绘本呢 在那个日本的书店也是第一名喔 如果你儿童节礼物没有抽到的话 也可以去书店翻翻喔 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记得要订阅达琳姐姐 这位姐姐的频道 这位姐姐会弹吉他给你听 会讲绘本故事给你听 会送礼物给你 而且接下来还有爱跳舞系列 会教你们跳舞喔 跳什么舞呢 锁定